东中东站一级折标 港铁话没有收到任何标书 今次已经是本港今年来第六个楼标的发展项目 横地长沙华小柏峰公布楼书 主打量仿占超过五成 有近290火 入场单位只是162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日日有楼看》 我是陶俊文 楼市前景不明朗 发展商投地审慎 东中东站一级项目 港铁话没有收到标书 是超过十年来首次 计算官地和事件局 已经是今年的第六次楼标 虽然施政报告已经减纳 但未为卖地市场带来起息 计算东中第106区的住宅官地之后 不够一个星期 区内再有住宅地楼标收场 港铁东中东站第一级物业发展项目 星期四折标 虽然现场所见有人向标商投入文件 但港铁确认没有收到任何标书 属于今年年同官地和市建局项目在内 十次地皮招标中第六次发生楼标 市场反应冷淡 是个别地皮的问题 还是发展商普遍不看好后市呢 我们计算那条数据 做了地资的要求 那些商务那些规矩 起来之后交给他 那个要求计算那条数据出来 都超过2000元地价 计算息口 计算建筑费 那条数据怎样计算呢 不知道看卖价卖了几张 也有消息说 息口高企加上一手新盘销程冷淡 同样打击发展商的投地意欲 香港的发展商都面对不少的压压力 那首先一手住宅市场 那你见到市房都比较淡静 那其实呢 而这发展商自己手上 都有不少的放美职存着 未来两三年 其实供应量都不少 那加上呢 那个息口持续都高企了 令到他们的资金成本 都稍为提高了 都影响了他们的投标意欲 他有预期 政府全年的卖地收入能以特标 本身今年的财政年度 他们的卖地目标 大概是850亿左右 现在卖了两幅地 大概有71亿的收入 加上之前他们保地价的收入 大概50亿左右 总共有121亿左右 大概只是占他们的目标 只有14%左右 如下剩下的时间 都很难可以达标 项目位于兴建紧的东涌线延线 东涌东站对面的东南部分 住宅部分可见楼面大约69万5千尺 假如兴建中小型单位 可以提供大约1200伙 无线电视周艾然报道 政府上个月底宣布减辣 当月的纳税个案都持续回落 单计三大住宅纳税 上个月有121宗个案 连跌两个月 再跌近两成三 创九年多的单月新低 涉及金额都跌了两成七 只剩大约2亿4千万 亦跌到一年低位 继续以新住宅印花税贡献最多 涉及76宗 税款近1亿4千万 分别跌到超过九年和一年低位 新盘市场方面 再有市区全新盘加快部署 行地的长沙环晓拍风 预期尚载楼书 住打两房 虽然早前启德和香港仔新盘的 首轮开售反应一般 销售比率低建两三成的水平 都无阻其他发展商推进卖楼部署 行地旗下长沙环晓拍风 正式公布楼书 全盘492伙的户役也曝光 开放式有38伙 全数200尺以下 住打的一房有289伙 并设有两大类的开绩 介乎200多到300多尺 两房有112伙 大约350尺起 三房不够500尺 还有35伙特色湖 项目设AB两座 楼高22至23层 虽然每个标准楼层分别有多达12和13伙 但各自只有两部升降机 早早繁忙时间 相信有排等 不过大厦中间有光井 个别单位的厨次都有窗 全盘开积最小的单位 来自A座2楼A4室 162尺的开放式联平台 打开大门 看到大约2米长的走廊 不过两边空间都没有浪费到 左边靠墙有随楼附送的装置 再旁边就是开放式厨房 不够1米3阔 从平面图看 空间相当有限 走廊另一边就是浴室 只有大约24尺 洗手盘座次一字排开 最尽头有迷你淋浴间 做到干湿分离 剩下的地方就是客饭厅 这里大约70尺 星座有两幅完整墙身 勉强摆了睡床 电视和衣柜之后 相信还有空间摆洗餐台 不过记得预留通道 出入大约82尺的平台 大致情方形开积 空间比室内的客饭厅更加大 旁边摆了冷气机的散热器 至于开积最大 来自B座顶层的两个特色三房 都有超过600尺 不过个别睡房 只得大约40尺 浴室还低建20多尺 胜在有合共800多尺的天台和平台 以私人楼梯连接 至于附近的旺角洗衣街 落风集团单堂重建项目 正式命名做Elise Park 最快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公布留书 和开放时份单位 并且随即展开销售 项目全盘52货 过半数是两房 另一个龙头发展商 新地旗下的天水围项目 都公布户型资料 新地和港铁合作发展的 天水围Yoho West第一期 预期今个月20号之前公布留书 并且短期内开放时份单位 涉及两房和三房 目标今个月内开售 资料显示项目由四座大楼组成 提供1393货 预计2024年9月底落成 又识一会儿了 回来规划南淘去元朗看洋房 有发展商希望建大型住宅 是否成事到呢 回来节目时间 元朗牛头尾有不少的大型洋房屋苑 同区都有发展商计划建大型住宅 但就被城规会反对 为什么呢 元朗新田的牛潭尾一带 在100年前已经有乡民聚居 现在就成为了洋房集中地 虽然占地庞大 但采用低密度发展 生活节奏比较舒适 吸引不少中港商人还有投资者 这里比较年轻的屋苑葡萄园 楼宁大约17年 分三期发展 合共210多间独立屋 其中落飞大道在屋苑 比较入的地方 远离公路和噪音 私隐度就最高 室外空间也有比较多的植物 虽然屋苑每户都是别墅 但开析多样化 实用大约1200尺起 至接近3500尺都有 参观一间单号洋房 是屋苑里面积最大的大班屋 三层楼高 在单边位 四房三套间隔 推开大门 地下层已经有过千尺 是主要的生活空间 玄关没有大型鞋柜 或者太多杂物 尽量保持简结 走过去就是电视厅的位置 同样都宽敞视镜 放了不少欧洲饰养的傢俱 营造出古典的风格 整个单位的特色 就是超过6000尺可用面积 当中包括3494尺的屋内 面积还有天台、花园和车库 车库各方面 其实可以拍到四辆车 我们会看到 这间大班屋的楼底 比其他单位高 而它的面积 是整个屋苑最大的特色户 所以它是地下那一层 有千多只花园 二楼、三楼、主人房和天台 各有一个包裂 所以整个屋的设计 非常有特色 来到主人房 面积接近1000尺 同样都采用古典风布置 由商人床、床头柜 到座台灯都一丝不悠 比较多装饰用的线条 房间另一边近书桌 还有两张大班椅 舒适之余 也气势十足 套匙有独立式浴缸 两个洗手盆是并排 方便业主夫妇同时准备出门口 浴室天花就别出心材 用了玻璃材质 可以由屋外引入天然光 单位在市场上暂时放租 租金是12万元 当中包含了2万元的 差在地中和管理费 这类型的大屋 最适合的是中港商人 因为它的位置 15分钟的车程 便会到深宗湾口岸 和福田口岸 再多开15分钟的车程 便会到香港的国际机场 所以这个位置 是一个香港的交通疏流 去大陆便非常方便 除了附近一带 在港岛南区 都有不少洋房屋苑 撇除价格上的分别 元朗的独栏屋 在绿化 还有配套上都有些优势 葡萄园所提供的绿化面积 是港岛无法提供的 因为基本上 5至10分钟的车程 附近就会有南生围 整个南生围是位于香港 一个永久自然的保育区 整个面积有139公頃 再多走10分钟的车程 我们便会去到香港的湿地公园 屋苑的兆巴 最近便会去到元朗的地铁站 和Yohol Mall商场 而Yohol Mall商场面积 超过110万呎 前一阵政府宣布 将内地专裁的合资格大学名额 由100间放宽到184间 他们来香港买楼的印花税 亦可以申请先免、后缴 代理认为对豪宅市况 将会有正面帮助 其实我们看看年初 刚刚推出高财通的时候 短时间内 已经很多人来香港租楼 在这段期间 香港其实年初到年尾 租金市场升了20% 他们担当管理层的位置 人工稍微是高一点的 如果他们现在有一个条件 就是先免、后缴的话 我相信这帮买家 很快便会立入楼市市场 他们所买的楼盘 就是一千万至三千万 他们会对新开发的高商住宅区 特别感兴趣 面对潜在的入市需求 同区的洋房盘园不多 葡萄园暂时只有九个房盘 而绝大多数单位 说的是千多尺和两千多尺的小屋 说到整个新界北区 拥有三千多尺的内面积 再加上千多尺的花园 基本上市场上的供应 不超过十间 元朗牛潭尾一带 属于北部都汇区发展范围 未来的港铁北环线 亦预算在这里起新的车站 有发展商就早着先机 在石湖为规划大型住宅项目 由新地和置地提出 涉及多达一万一千三百个 私楼单位 但几个月前遭受承规会否决 有刹人师就说 原因是地点轮近新田和洛马州 政府不希望让出规划的主导权 我相信政府想主导北部都汇区的规划 都是挺明确的 由原生的就是加强版的 传统新市镇发展计划 到后期政府将有关收地的时间表 要退迟到今年年底 其实这个方向都是政府预留了时间 给发展商自己重新审视已有的土地储备 去看看他们可否尽快去做发展 尤其是土地位于新田洛马州发展枢楼 又或者甚至乎在新田科技社的范围里面 我相信这个是整个波部都汇区 其中一个较为重点的发展位置 发展商来说他有兴趣去发展 但同时我相信政府也要看整体的规划蓝图 才敢如何批准任何规划的发展 虽然闯关失败 发展商也做了两手准备 提出新的方案 这个星期五便会再度交给城规会审理 但火数不但没有减少 更加大幅增加两成九 去到高达一万四千六百火 规模比美嘉湖山庄 不过就改造斩件式分期落实 第一期火数不足二千火 当中住宅大厦就会由原本三十层 变成可以达到四十五层 亦会打破该区现有的建筑物高度 究竟获得开绿灯的机会有多大呢 附近很多发展的模式 都是两三层高的村屋 第一次发展商提出的时候 提出地址比率已经超过五倍的时候 其实在城规会都对相关的地址比率 是有一定的意见的 可能都会考虑和现有的土地发展是否吻合 但这亦会变成了对于我们的未来发展 可能会有一个双违背 因为现在周边的发展 当时未有这个不顾都区的发展方案 未有不樊线的出现 如果按照周边的土地的地址比率 和流域高度去做比较 永远都不会达到一个共识 所以就要有一个前瞻性 才会增加到获批的机会 翻查资料 牛潭尾由现在到明年年初 加上新世界还有九件另外两个项目 将会有接人23000伙住宅申请闖关 这批熟地除了可以立即动工 由供应数量去看 亦多过政府全年的推地目标 即发展商的规划建议 与政府大体的原意是相配合的 因为如果你看回新田罗马州的 发展疏楼 其实预计可以提供的租业机会 有16万个租业机会 住宅方面有47,500个单位 所以你的火数要么是由政府的土地 拿出来 要么是由私人发展商的土地处备 拿出来 政府不是说不批评类似的发展 又或是建议规划处的意向 都不是划处一个反对的态度 但到了成规会 为何最后不批评呢 我相信最主要是因为 现在整体的整个 整个北部都会的发展方案 未能完全落实 虽然发展局早前公布了 北部都会区的行动纲领 但张翘楚就估计 还有很多发展细节 是要等到明年才可以进一步厘清 行动纲领最主要是 划分了四个不同的区别 无论是由生态旅游 到港口贸易发展 科技成的发展 但其实也是一个 产业主导的分区 未去到地域上的一些细分 包括例如在这个行动纲领里 究竟哪个部分 主要集中做公寓或房屋供应 哪个部分来做非住宅的用途 可能有些研究 在2024年那后会更清晰 除了牛潭尾 就在感受花圆对出 另一幅由新地持有的 感薄露地皮 早前也申请建2700伙的屋苑 虽然规划处同意方案 但最终亦被承规会反对 否缺理由是什么呢 由1994年到现在 一直的土地用途边界 即规划上边界都没有改变 所以变相建建的时候 地质比率也维持在0.2倍 而高度也是两层高 如果又是批出来的时候 将会是地区最高 因为楼宇的高度 住宅方面是19层高 要获得批准 一定要考虑政府 未来的发展方案 所以为何规划处 认同相关的批准 但到成规会 如果要考虑周边环境的 地质比率或高度 我相信很难会获得一个批准 他又说 假如这些地质 继续只能够建两层高的村屋 将会浪费土地资源 亦都令到北环线工程的效益 不能够真正的展现出来 提醒大家 观众如果有字样放盘 想我们帮忙验楼 甚至想委托我们找铺 都欢迎电邮给我们 今晚的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